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我们来看联合早报消息 设操控全球恶意软件网络 中国男子被捕将引渡美国 一名35岁中国籍男子被指经营和操控全球最大的恶意软件犯罪网络 导致全球近200个国家的电脑被入侵 诈骗超过数十亿美元 男子在我国落网后将被引渡到美国受审 这名中国公民王云和 也通过投资成为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圣基茨和尼维斯的公民 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发出文告 指当局连日和多国执法机构合作 包括新加坡警察部队和总检察署 在上星期五、24日逮捕王云和 新加坡警察部队回复联合早报询问时透露 警方和总检察署从2022年8月起和美国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合作 美国和新加坡签由引渡条约 警方在美国要求下 上星期五在王云和住宅将他逮捕 警方透露 王云和从2022年起持有本地工作准证 至于他是否有在本地犯下罪行 由美国主导的调查正在进行中 警方将配合美国的调查 美国司法部指王云和从2014年至2022年7月与他人合作 创造并传播名为911S5的僵尸网络Botnet到全球多个国家的微软电脑中 他也售卖僵尸网络给其他网络罪犯使用 僵尸网络是只采用一种或多种传播手段 使多台主机同时染上僵尸程序病毒 这样一来 控制者和受感染的主机之间就形成一台对多台的控制网络 不法分子可利用这些受他们控制的僵尸电脑对其他伺服器展开更大规模的攻击 制造网络阻塞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 王云和操控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僵尸网络 他经营的僵尸网络 嵌入全球近200个国家的1900多万个网际协议地址 当中的近614000个在美国境内 据法庭文件 王云和被指通过虚拟专用网络VPN传播恶意软件 受害者以为自己下载的是合法的VPN 实则里头含有恶意软件 让犯罪团伙能通过受害者的器材进行犯罪活动 并掩盖犯罪团伙的足迹 被指售卖僵尸网络 于三年获利至少1亿新元 美国司法不止 王云和将僵尸网络售卖给网络罪犯 从2018年至2022年7月间至少获利9900万美元 约1亿3400万新元 并利用非法所得 在美国、泰国、中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新加坡等地 购置21个房产 王云和的资产和房产可能被冻结或充公 包括一辆在新加坡注册的法拉利F8 Spider 联昌银行和花旗银行户头的存款 百达斐利手表 以及乌节路安哥列园Angalia Park的一套公寓单位 911S5网络相信也被用来进行欺诈、跟踪和骚扰等罪行 例如 冠病疫情期间 网络罪犯通过网络 针对美国的冠病辅助计划提交虚假申请 导致当局损失超过59亿美元约79亿新元 这个网络相信也涉及2022年7月在全美发生的一系列炸弹威胁案 美国财政部也制裁另两名中国公民 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王云和 以及他名下三家设在泰国的公司 还有两名涉案的中国公民刘金平、君平、陆和郑艳妮、Yani正 这两名女子也被指持有圣基茨和尼维斯国籍 刘金平被指与王云和共谋洗钱 让王云和购买豪宅 郑艳妮则担任王云和及其名下一家公司的代理人 多次代表王云和参与商业交易、付款和购买房产等 据报道 如果王云和面对的所有罪名成立 将在美国面临最长65年监禁 分析与点评 文章概要 这篇文章报道了一名35岁的中国公民王云和 因涉嫌经营和操控全球最大的恶意软件 犯罪网络而在新加坡被捕 并将引渡至美国受审 王云和通过名为911S5的僵尸网络 入侵了全球近200个国家的电脑 导致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他在2014年至2022年期间与他人合作传播并售卖该僵尸网络 获利至少一亿新元 此外 美国财政部对王云和及其同伙进行了制裁 详细分析 事件背景与抓捕过程 王云和被指控从2014年开始操控僵尸网络 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恶意软件 新加坡警方在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合作下 于2022年8月开始调查 并在2024年5月逮捕了王云和 这显示了跨国合作在打击网络犯罪中的重要性 犯罪行为与影响 911S5僵尸网络通过感染多个国家的电脑 进行大规模网络攻击 导致全球受害者数以百万计 特别是在美国 约有61.4万个IP地址受到侵害 显示出该网络犯罪的广泛性和严重性 王云和还通过虚拟专用网络VPN传播恶意软件 进一步掩盖了犯罪活动的痕迹 经济收益与洗钱活动 王云和通过售卖僵尸网络获利超过9900万美元 并在多国购置了大量房产和奢侈品 这不仅体现了网络犯罪的高收益 也揭示了其复杂的洗钱网络 美国财政部对其资产进行了制裁 包括冻结或充公其在新加坡和其他国家的财产 美国的法律行动 王云和若被控罪名成立 将面临最高65年的监禁 这表明美国在打击网络犯罪方面的严格法律制度 和强硬态度 美国财政部还制裁了与王云和有关的其他两名中国公民及其公司 进一步加强了对网络犯罪的惩罚力度 跨国合作的重要性 这次行动展示了新加坡和美国在打击网络犯罪方面的合作成效 新加坡警方和总检察署在美国的请求下 成功抓捕了王云和 体现了跨国执法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点评 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王云和的犯罪行为 及其对全球网络安全的重大威胁 并通过具体数据和案例展示了其犯罪活动的规模和影响 文章还强调了跨国合作在打击网络犯罪中的关键作用 特别是在信息共享和联合行动方面